大家好,我是阿麥 今天去到佐敦介紹一間Cafe 是一個日式的裝修之餘 食物有多品的料理 全部都很小碟 冷菜和熱菜 用了不同的碟 全部滴滴色色,真是很美 我們還試了它富士山形狀的甜品 除了Cafe,同一間店也有雜貨店 賣衣服、飲品和其他物品都有 很適合打卡之餘,又有東西吃又有東西買 帶大家去看看 大家正在看的是阿麥日常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subscribe、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以及follow我們instagram 如果大家是搭港鐵的話 就去到佐敦站的D出口 遠離東道走兩條街 其實就在山林道裡面 轉進去,走前多一點 在Pacific Coffee旁邊就有個位置搭升降機 這棟大廈都有另外幾間食肆 我們上一樓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婆婆咖啡屋 一出升降機的位置有不同的東西買 我們看看有什麼買 有些自家製的啤酒 還有其他的酒類和飲品 有些香水、飾物、擺設等等 再過些就有去自家品牌的衣服 一些帽子和袋 說回餐廳的環境 剛才一出升降機 右手邊還有幾個座位 而整間餐廳是呈一個長形的格局 另外一邊一直走 首先,吧桌有幾個座位 再進去有卡位、二人位 而最入就是最多位置的地方 整間餐廳都有很多窗 可以看到街景 裝修方面 用了一些細細的懷舊的黃燈 很多日式懷舊的Poster 用了一些木 還有中間有些花紋的玻璃 是很有氣氛 桌上也有些花 可以配合到裝修 我們飲完水的時候 有青瓜味和碟豆花 真的連水都挺特別 而且真的挺漂亮 看看有什麼吃 我們下午來的時候 這段時間是有多品的料理可以選擇的 餐首先選了三款選擇 很美顏色的飯糰 藍色有三文魚 綠色是牛肉 紅色芝士松露味 又或者選烏冬 再有自家製的植物 你可以選擇三品、四品 又或者五品 它有分冷菜和熱菜 也可以選多少款冷菜 多少款熱菜 這裡是冷菜和熱菜的選擇 佔大部分我們都有叫的 一會兒和大家試一下 還可以添加小食 晚餐就有些定食 還有不同的甜品 也有一個下午茶的組合 可以吃到這幾款富士山主題 藍色的甜品 還有不同的飲品 叫了一個五品、一個四品 先試一下兩款飯糰 要了藍色三文魚味和紅色芝士松露味 兩款顏色都很吸引 藍色飯糰裏面有些三文魚 材料都很足夠 味道不夠外表吸引 是屬於正常的質素 紅色飯糰裏面 松露味很重 芝士味都吃得到 但這塊的材料就少很多 焦糖名太子玉子燒 蛋味很重 面的焦糖不太甜 微分梅酒番茄 這個挺好吃 好濃的味道 而且很多汁 一口咬下去真的挺好吃 海草芝士醬 半綿滑南瓜薯肉 南瓜上面有些芝士 因為南瓜味都挺重 芝士味不太明顯 和風野菜 沙拉配柚子醬有醋 和涼拌茄子食物 兩款都是屬於正常 北海道流心芝士薯餅 表面是挺脆 流心芝士味不算太濃 婆婆白丁咖喱雞肉 咖喱不算好辣 雞肉都挺嫩滑 名古屋芝首乳鮮 是單骨雞翼 不會太乾 上面有些紫菜粉 牛肉薯仔瘦起煮 牛肉都算軟 瘦起燒湯不算好濃 質素屬於正常 再叫了三款甜品 香草可麗露 除了糖食也可以外賣 表面是挺硬 裡面少少軟辣 有些焦香味 上面的焦糖很硬 和好甜 但是挺香的 沖繩海鹽富士山 大家真是一流 藍色的富士山餐飲 真是好美 蛋糕是沒什麼味 但加上高的奶果就好正 還有個好美的藍色海鹽雪糕 整體挺好吃的 盛夏富士山巴菲 顏色層次都很豐富 上面是海鹽雪糕 下面有士多啤梨 奶蓋 麥片 士多啤梨糖漿 去到最底是啫喱狀的液體 全部攪在一起吃 口感很豐富 好吃 而且還有塊餅 加起來吃更好吃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這款甜品 叫了兩款料理餐 三款甜品 一共吃了546元 好了 今天我們吃完婆婆咖啡屋之後 覺得環境好舒服 而且裝修好美 打卡是不錯的 又有不同的東西買 是幾特別 食物方面 幾品的料理是幾精緻 和幾美 味道不算好突出 我覺得甜品味道較為出色 而且賣相真的很吸引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條片的分享 我們下條片再見了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記得記得一定要subscribe 訂閱 我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按下旁邊的鐘仔 和follow我們instagram 拜拜